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志華中醫師 現在又到了食大雜牌的季節 其實大雜牌是很有營養豐富的 裡面有很多的蛋白質 鈣質 鐵質 和鱗 在中醫體 其實大雜牌是龐蟹 它是性咸 微寒的 它的作用會有一個養根活血利關節 補骨水和清熱解毒的作用 對於風濕症關節炎 腰膝酸軟 骨質疏鬆熱症的病人 都很有幫助 其實大雜牌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食 某些人就不適合 就像高膽部長的人 本身有過敏性皮膚病 哮喘 或是皮胃虛寒 未來月經的大肚 和未來感冒的人士都不適合食用 即使在健康的狀態下 也不能一次過吃太多 最多只可以吃兩隻 一個星期吃一次就足夠了 否則吃得太多會令皮胃受到太過寒涼的刺激 會有蛤 吐 輻射 墊糖的情況出現 大家都知道大雜牌是比較寒涼的 所以它不能夠和齒一起吃 因為紅齒也是偏寒涼的 將兩樣食物一起吃 就會令皮胃又是瘦寒 會有嗅咬的情況出現 除了紅齒之外 其他寒涼的食物都不適合和大雜牌一起吃 例如冬瓜 虎瓜 西瓜 啤酒 海帶等 這些學員食物都不應該和大雜牌一起吃 最後為大家介紹一款湯 叫做霍香酥葉生薑湯 材料有霍香9克 酥葉6克 陳皮9克 生薑6片 大組3粒 黃糖2片 做法就是將兩碗水和材料放進去煮成一碗 這本湯水會有一個驅航化濕的作用 可以舒緩到吃完大雜牌之後的腸蠟的不適